郭建京仅仅只是一个眼神 就明晃晃地曝光了 她在百亿豪门被捧在首心的地位 2020年 霍英东原配吕燕妮与世长辞 作为了没了妈疼爱的霍振廷 整个人都伤心至极 毕竟自从与朱玲玲离婚后 公身一人的她 多亏了老母亲的爱护 可是现在老妈闭眼走了 恐怕也只有孙子孙女 能让她勉强地挤出来一丝微笑 作为当家人的霍振廷 无心掌管葬礼事宜 全程都是由长子 长媳 霍启刚和郭晶晶全权接手 而就在霍家人 在灵堂外接受采访时 作为小辈的霍启山和霍启人 想不到迷迷糊糊地站上了最高的台阶 毕竟在霍家这样的豪门中 就连站位都是有讲究有规矩的 而此时 作为站在闪光灯下的霍家人 显然是生怕被外人嚼舌根 作为长媳妇的郭晶晶 她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劲 单单只是一个眼神 就让霍启山和霍启人 立马认识到了错误 乖乖地站到应该站的位置上 郭晶晶只是用一个眼神 就分分钟保全了霍家的门面 而这足以看出 郭晶晶在霍家拥有高地位的资本 况且 郭晶晶这颗闪亮的星星 单单不只有这一次去点亮霍家 而是在时时刻刻照耀着霍家的发展和名望 因为郭晶晶就是霍家豪门的代言人 豪门阔态向来都是穿着华丽礼服 脚踩十厘米恨天高 可是在郭晶晶这里 她可以穿着一身休闲的服装 脚上踩着50块钱出头的小白鞋 依然闪闪发光的出席活动 走上红毯 很显然 在郭晶晶身上 她完全不需要任何金银珠宝的加持 反而就可以深受外人的追捧和喜爱 这也正是郭晶晶的宝贵之处 想必霍家取了她进门 早就在背后偷笑了 因为她不单单点亮了霍家的香火 还用个人的影响力 点亮了霍启刚的仕途之路 可是明明在霍家 被长辈捧在手心 但为何郭晶晶一家五口 会连夜搬出25亿霍家大宅 住进不值钱的旧别墅 郭晶晶放着25亿霍家大宅不住 为何偏偏搬进墙皮脱落的三层旧别墅 其实背后藏了郭晶晶的聪明之处 当年郭晶晶与霍启刚大清早 背着蛇皮带搬家的画面一被曝光 惹得外人纷纷跑来凑热闹 甚至都在嘲讽 郭晶晶豪门阔态地位不保 大清早的活生生被赶出霍家大宅 这背后究竟藏了什么秘密呢 况且郭晶晶与霍启刚刚搬进的房子 压根不是个正儿八经的新别墅 反而是个外墙皮脱落的旧别墅 在香港寸土寸金的地段 连两个亿都不值 而搬家这样的大工程 两人甚至也没有花钱找搬家公司 而是靠两人开车大包小包的背 而彼时郭晶晶二胎三胎 一连生下两个女儿 不免让外人嘲讽她失宠了 但其实背后却离不开 与一个人尽皆知的秘密有关 因为彼时的霍家正经历着 声势浩荡的争夺家产大战 让人看尽了霍家的笑话 想必在九泉之下的霍英东都会心寒 想不到 在她闭眼走了后 亲儿子竟然会因争夺家产而闹上法庭 也正是在霍家上上侠侠的吵闹中 郭晶晶身为嫁进家门的儿媳妇 本身就没有能张嘴说话的局面 况且她压根就不看重有钱人的生活 丈夫霍启刚也是如此 即便价值25亿的霍家大宅 有朝一日会留给长孙霍启刚 但是她似乎完全不在乎 这样看 两人只是过着简简单单的五口之家生活 远离吵闹走进宁静小别墅 似乎对二人更有一番韵味 因为两人要的就是简单中的幸福 即便25亿豪宅摆在眼前 两人也丝毫不为所动 这也是郭晶晶的聪明之处 远离家族争家产纷争 不会为钱能打得头破血流 这或许就是郭晶晶作为奥运冠军的气量 比起钱婆婆朱玲玲嫁豪门1000万的聘礼 郭晶晶下嫁霍家的奢华场面一点都没有说 2012年郭晶晶与霍启刚 举行了轰动整个香港的奢华婚礼 因为只是郭晶晶当天亮相的衣服 就高达12套奢华礼服 每套的价值都不低于500万 而搭配奢华礼服的高跟鞋 更是上上下下相满钻 区区一只的身价就在300万起步 况且霍家又是个百亿豪门 家族内部收藏的珠宝更是不计其数 甚至可以说完全让郭晶晶挑花眼 整场婚礼办下来足足破费了3000万 而为了能撑起 娶进家门奥运冠军这样的儿媳妇 霍家长辈霍振婷 更是请来了香港政商两届的大老捧场 甚至还在镜头前喜气洋洋的宣布 感谢郭晶晶下嫁霍家 足以看出郭晶晶在霍家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了整场奢华的婚礼外 郭晶晶拿到手的还有一处 与天安门只有一枪之隔的四合院 作为优越的地理位置 现在移出四合院的估价 已然超过了三个亿的身价 当郭晶晶生下一台男丁后 乐得公公霍振婷笑得合不拢嘴 大手一挥直接拿出价值三个亿的基金奖励 可是当郭晶晶生下二胎女儿时 原本外人会认为霍家是个重男轻女的家族 没想到有了大孙女的霍振婷 反倒是更加的喜上眉梢 直接拿出了十个亿的现金奖励 让旁人馋得眼红 即便第三胎还是个女娃时 郭晶晶豪门阔胎的地位丝毫不见 但是她却张嘴拒绝了奖励 因为郭晶晶完全不想自己沦为生孩子的机器 而是心甘情愿地经营一个小家 一家五口 正正好好 我想在香港豪门庄 想必各个豪门阔胎都羡慕她吧